今天跟郝隆斌分了 跟所有共同議員 大家把大家拜託 11月16號 全集團團結 後面上是前台北市長郝隆斌 跟謝國郎一起到仁愛市場 將選民很多敗票 現場還有多位國民黨市議員 共同拉抬宣誓 為選情加溫 謝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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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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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謝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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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另外賺到錢 全外市場生意會越來越好 謝謝 謝謝 謝國郎 謝國郎 來 給大家的眼睛 我們現在想跟郝隆斌 來 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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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隆斌 郝隆斌 郝隆斌也提到 從基隆通勤組的角度來看 首先是要讓 基隆的公車系統能夠健全 優化公車能夠準時 對他們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要改善交通 就是公車優化 公車不拖班 公車準點 公車穩定 那國良已經掌握到 整個基隆交通優化 公車優化的重點 而且跟我做過詳細討論 尤其我想2088大家很清楚 當初我在爭取的時候 謝國良是立法委員 而今天在場的幾位議員 當初都是跟我們合力來積極爭取這件事情 當然現在2088變成很重要的一個 從基隆到台北 通勤組很重要的一個交通運輸工具 那基隆的交通 還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就像我講的交通優化的問題 長遠來講 我們輕軌或者捷運的問題 這些謝國良都有清楚的一個構思 我完全了解 所以今天到這裡替他背書 尤其像9026 最近有些問題發生 謝國良也在積極的想辦法 來提醒業者改善 我覺得這也是交通優化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至於前市長好龍斌 訪問當中提到爭取2088國道路線 基隆市長林又昌則提出了反駁 成績快捷公車要推動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台北市必須要同意 開放他的黃金路權給基隆 所以在剛當選之初 我跟柯文哲市長達成共識 台北市開放路權 那基隆來爭取申請以及規劃 所以在通車的時候 我也特別邀請柯文哲市長 一起來出席旅會 記者黃正生 基隆報道